好,在前面我们学习的那个静态方法 与那个实力方法之后呢 我们今天就剩下最后一个话题了 就是那个Lens操作 Lens操作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你打开一个页面 这个地方呢 我们搞一个对象出来 比方说fevo等于 这里假设有一个Name这个属性 是不是 然后你这样弄了之后 你可以直接访问Name 这个方法 这个属性成员 那么你接下来还能不能再访问呢 是不能的 是不是所谓的Lens操作就不同的 不停的这样这样调用调用调用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本质你想想 如果这个地方是个方法 我们再重新写一个别的 fevo等于 比方让我们前面写的那个方形 这个 好这样 如果你这样写成功了之后呢 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 oos.css你可以访问 但是oo.css呢 你再点css是不行 是不是 本质你想想 如果你看这一块 如果你是想继续再调用的话 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还是一个OO 你才能调用 是不是这样分析 所以说如果你想实行令式操作也很简单 就是在那个每一个方法里面呢 最后一个地方 你就返回一个 return一下类似就可以了 return类似 当然我们为了印证一下 你可以在这里写一个console log 这样 好这样回撤 那么你的OO呢 就是一个支持Lens了 css 调用一次 再调用一次 你甚至还可以继续调用一次 输出了3个111 这就是Lens操作的本质 也就是说 它不停的返回自己 因为每次调用之后 形成一个整体的话 它还是一个OO 这样调用又还是一个OO 是不是 这就是Lens操作 那么说到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的那个 结婚日库的话呢 该怎么实现啊 如果你想让E企啊 css啊 或者这些东西呢 有Lens操作 最后一步呢 return nace 就可以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return 类似就可以了 当然有些方法呢 跟机会儿一样 它不只是练习操作的 别人说get就没必要 是不是 当然有些精彩方法 别人像这个 根本不能进行实行 练习操作 是不是 所以说 你只要在有必要的地方 实行练习操作就可以了 练习操作 毕竟是写写代码就很简单 感觉像一行干了很多事情一样 是不是 就是这样 那我们实行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我们的练习操作 是怎么样的 比方说我们取得两个dfa 我们想css 给它复制一个color 前景色为yellow 然后你想继续设置一下 比方说你设置一个back ground color 然后把它设置为蓝色 这样当然你可以继续认下去 我们回头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两个dfa 它的那个前景色都是yellow 背景色是blue 前景色是yellow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练习操作 也很简单 是不是 当然理解之后 so easy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JSOP的一个课程 学到这里了之后呢 你对JS的一个了解的话呢 我觉得已经有相当大的 相当不错的程度了 那么这个还我觉得还不够 还要继续理想真正成为一个JS方面的 比较专家一样的人物的话呢 我觉得还最好是把看这么几本书 我也给大家推进一下 就是什么呢 把这整个课程学完了之后呢 我建议首先是看这本书啊 命向对象的一个JScript 这本书是国外的一个人写的一个英文书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 这本书的话 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掌握的话 看这本书基本上是秒懂的啊 没有 几乎是没有你看不懂的 但是他写的比较多 他实现的方式就很多 比方说实现的一个继承 他就有很多很多方式 这加深你对整个东西的一个理解 学完这本书之后呢 我建议是这样的 把1.0这个版本和1.2.6这个版 两个版本结合起来一起看 争取把那个机会的软弹码呢 彻彻底底的搞懂 因为这个方面就轻塑到 特别是你想从事专业的前台 或者轻塑到一些金融性呢 一些性能方面的一些 优化一些处理 是不是 把这个看完了之后呢 就暂停 不要继续看最新版的 最新版我觉得留到最后看啊 那么接下来就会 因为你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扫清了 所有的那个前台技术的一些障碍了 本质的障碍基本上是没了 那么你接下来就要提升到一个什么呢 对JS那个代码的一个架构设计啊 一些优化了一些扩展性的一个东西了 那么你就需要对那个常用的JavaScript的一些设计模式 学习 所以我也推荐这本书 这本书也是一本外国外国人写的啊 是美国的一个人写的 这本书写的也挺好的 他就是把那个 像Cescape和Java这种就是以前那个什么称之为G4写的那本设计模式的书的一个JavaScript 的一个死性 这个东西的话就会让你对JavaScript的那个代码书写的灵活度呢 会提高很多啊 这是这个 这本书学了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高性能JavaScript这本书啊 就是这个封面是这样的 就主要是测试了那个JavaScript的性能的优化 那么学到这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最新版本的那个G4软件再通读一下 这个地方因为这些软件它轻塞了一些模块化啊 数字缓程啊 C者这个行者弃这些方面的东西啊 这是这个 然后这本书呢 我建议大家是买一个纸质的书籍 这里面写的东西比较多 比较全面一点点 作为一个参考书籍 来看啊 巩固一下自己的一些东西啊 这是这里面也有一些政治表达式 是不是 刚才看我们看软淡嘛 也知道想了解极亏的话 政治表达式必须要掌握的比较好啊 把这些东西学完了之后呢 我觉得你的GS那是真正上了一个大台阶了啊 这个整个GS的OVP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的收看啊